一战 二战 陆战 空战 中东 朝鲜 越战 冷战 入侵巴拿马 扑袭格拉纳达 肢解南联盟 颠覆利比亚 摧毁伊拉克 占领阿富汗 包围叙利亚 物件波斯班 追溯战争演技 点评战争特点 把握未来发展趋势 对新军事革命进行战略性前瞻 敬请关注蒋武堂即将播出 著名军事专家戴旭深度节目 战争启示录之一 空拳信息化战争时代 上 戴旭 著名军事专家 2010年中国互联网九大风云人物之一 主要研究军事战略和国家安全问题 主要代表作用大通战 海图腾 C型包围 盛世狼烟等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讲武堂 在前面前四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是到亚片战争爆发 才知道世界军事革命已经发生了 其实这个时候世界军事革命是已经到了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是工业时代的军事革命 具体来讲 蒸汽机和宿舍武器 带来的海空间和陆地空间的 这么一个双重的双向的军事革命 世界每一次新军事革命的发生 都是在一些国家 都是一些国家 率先开辟 人类新空间的时候 发生的 从中国的角度看 中国落后于世界军事革命的主要原因 也可以直接的 直接的理解为对人类开辟新空间的 这个意义 认识不清 跟进不及时 明朝中国失去了海空间 开辟的这样一个机遇 晚清又失去铁路带来的这个新陆地空间的 开辟这样一个机遇 民国则失去天空被开辟为人类这个新空间的这样一个机遇 连续三次 中国都失去了 在人类开辟新空间的这个进程当中 这个机遇都丧失了 而新中国呢 正是因为 抓住了一个这个人类开辟大空间的这样一个机遇 因此 新中国呢 一举就成为 世界政治的这个重要的一级 成为世界重要的大国 在前次讲当中 我们也讲到了这一点 由于两弹一轻的这个成功 那么中国在当今世界的这个重要地位 有此就奠定了 先开辟了人类新空间的民族和国家 不仅总是本能的独霸新空间的一切权益 还利用新空间的趣味优势 聚高临下 一心对救 回国头去掠夺那些还停留在老空间的国家和民族 在前面的这个四眼四眼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当核武器把二十世纪中叶的这个大国政治家和军事家们拦截在战争前沿的近半个世纪当中 一场超越核武器的新军事革命又在云狱 这个都是这种历史现象的出现 所以1956年毛泽东说 他说 当他对我们中国说的了 你有那么多人 那么大的一块地方 资源又那么丰富 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 据说是有优越性 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 还不能超过美国 你像个什么样子呢 那就要从地球上开出你的球机 他就是看到了历史的教训 和现实的危险 希望中国迅速的现代化 毛泽东 这个 中期一生 一直都在追求中国的这个现代化 人类社会存在着一种强大的永恒的 创新的这样一种前行的力量 任何一种技术核武器 任何一种政治形态 都不能窒息这种前面的动力 所以当核武器 把二十世纪中叶的大国 政治家和军事家 拦截在战争前沿的近半个世纪中 一场超越核武器的新军事革命 又在云狱 那就是空权信息化时代 这同样是人类开辟新空间的结果 在核对峙的近半个世纪内 军备竞赛如火如火 墙里拉动了太空技术和计算机 技术的迅速发展 电磁网络空间和太空空间 又被开辟为人类生活的空间 因此也同步的成为战场的新空间 在现新空间战争过渡的时间 也就是在冷战结束至今的二十多年中 战争呈现出空权信息化的特点 前半部空权的部分 还保留着机械化战争的特征 战争主要是依托空中天台进行 也是依靠空中通道进行 而后半段信息化的部分 这是由太空系统和计算机 和以计算机为核心的 以子和制造化系统 C4ISRK为统称的这样一个电磁网络技术 所提供 这就是自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 世界所讲的新具这个名 中国把它从作为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新具设计 前面说过 这是一种从陆海空传统老空间 像网络空间 太空空间 以及思想空间 过渡的这样一种形态 那么这一样主要是讲这样一种战争形态 这种战争形态 这种战争已经发生了很多年 那么在当今 还被当今的众作国家当作新军事变革的 新军事变革的目标 但是随后我们将看到 这样的一种过渡性的战争形态 已经接近尾声 真正的新空间军事革命正在发生 并且已经相当成熟 那么我将在后期讲当中 说到这一点 以空中化机动平台和信息化武器系统 双重特征为核心的空间信息化战争 是核战争时代之后的第五次去治革命 这是二十世纪最后一次去治革命 它的战争特点是短时 精确 空中战场没有自然障碍 而空中平台的速度又快 所以时间非常短 信息化武器的系统定位精确 打击准确 所以二者结合 相对于过去的战争 这算是一种化时代的精确 一个国家的社会形态 军事形态 是由技术形态决定的 在美苏东西邦两大政治集团 两大军事集团对峙了近五十年中 世界进行并完成了由机械工业时代 到电子信息工业这样一个时代的转型 而率先完成这一技术工业 经济形态转变了美国 它因此也同步完成了军事形态的转变 又一次站在了世界军事革命的前列 美国是怎样抓住历次新军事变革机遇的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无线电已经发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雷达也被发明出来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世界电子信息是在这大目的发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 为了解决计算大量军用数据的难题 美国国防部成立了 以比西法尼亚大学为主导的计算机研究小组 开始研制第一代计算机 到1946年 二月 这一台计算机就温室了 一个世界上第一台的电子计算机 它有30吨重 暂地150平方米 装了18800只的电子管 可以进行每秒5000次的加法计算 那么从第一代计算机 紧随第一代核武机出现 这一个基本事实出发 事实上我们就可以预计 下一场新军事革命 下一场新军事革命的去向 但是科学家 他不关心政治和军事 而政治家和军事家 又主要关注 准心里边的对手 只有规律 再按着他自己的轨迹 一步一步走向必然 1956年 以晶体管为代表性元气件的第二代计算机出现了 1965年到1974年 以集成电路为代表性元气件的第三代计算机发明 并且在西方大规模经营 以后我们大家就知道 集成电路的出现 最后让电脑走入了千家万户 而空中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空中力量 刚才讲的信息化的部分 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 已经得到了突飞的发明 二战后期 美国 英国 苏联 都生产出了重型红纳级 德国还造出了喷气式战略 这是空中领域的这样一个发展 局势领域是一切新技术最先应用的领域 电子技术作为一种新型的技术 正在工业领域如火如荼的领域 它和空中力量的结合 出现的战场上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1958年 9月24号 国民党空军在中国的温州地区上空 在我们温州地区的上空 发射了一枚香味者导弹 击落了大陆空军一架米格15 第四 大陆飞行员王子众牺牲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使用空空导弹 1959年 10月7日 大陆低空导弹部队 击落了国民党空军一架 美制RB57D 高空军一 这又是一个世界第一 低空导弹 第一次在实战中 击落这一 海峡两岸的军队 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使用导弹的记录 导弹是什么 导弹就是电子技术和传统火力元素的结合 这种组合 这种组合预示着第五次军事革命 它的萌芽已经出现 紧接着发生的越南战争 开始了第五次军事革命 即空权信息化时代的全面运营 从历史的演进过程来看 越南战争是紧接着朝鲜战争爆发的 但是无论从外观还是从本质上看 这都是两场完全不同的战争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延续 可以说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机械化战争 而越南战争 则是面向未来的空权信息化战争的揭幕战 它让世界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是精确制导武器的使用和电子对抗的大规模应用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越南战争当中的一些镜头 就可以理解这场战争的特点 在越南北方的红河上 有一座非常著名的大桥叫保罗杜梅 由于大量的越共的人员和物资 都要从这座桥上通过 所以美国一直想把它炸掉 1967年美国对这座大桥 进行了64次猛烈的轰炸 投下了上千枚的炸弹 但是由于地面防空炮火比较猛烈 美国最后损失了八架飞机 依然没有炸掉这个东北大桥 但是五年后 1972年的5月8日 美国空军只出动了一次 用了14架的F-4鬼怪式战斗轰炸机 投下了22枚激光制导炸弹和两枚的光电制导炸弹 就彻底的炸了这个大桥 而美军没有损失一架飞机 这一次美军没有出动战力轰炸机 而使用非常小的F-4 其轰炸方式也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零空投弹 你这个F-4是双座的 前座一个飞行员 通过挂在其身下方的一个光学吊舱 从那个吊舱里面发射一束激光 对着大桥 那么后座的飞行员 投下炸弹 炸弹沿着激光直领的方向 直接就搬大桥过去 这就是激光直导 这很像那个步兵 用泄光弹 跟其他的这个机枪火箭等支撑目标 打那个碉堡一样 非常主 那么72年这一次的轰炸 因此就成为一个以诚碑事件 在以后不到两个月的之间里 美国空军使用精确制导炸弹 连续炸毁了越南北方的106座桥梁 其中就包括号称永远不倒的清华大桥 再就是在整个抗美元月的这个战争当中 中国防空军部队 这雷达 我们的雷达 和美军的反复射导弹 不知道进行了多少次的电子对抗 大家可以从这一段的这个历史当中 去回顾 在越南战争当中 电子干扰机 大量出现 美国不举 美军不仅使用专门的电子对抗飞机 为突击的机群提供干扰掩护 还在大多数的作战飞机上 安装了电子干扰吊藏 他不仅专门的飞机去掩护 去压制对方的电子系统 防空系统 他本身自己飞机上也带了这样很多的装备 像电子告警装置 就是你的飞机一旦被地面雷达锁定 被地面的导弹的制空系统锁定 飞机马上会发出警报 飞机员就可以采用自卫的 还是其他的一些机动的措施 摆脱锁定 预警机还在担负空中指挥任务 这又是越南战争完全不同意 参严战争的地方 我们知道参严战争的空战过程当中 双方都是凭借自己的雷达 发现对方的飞机 然后引导自己的飞机 接击对方的飞机 那么到越南战争的时候 预警机就出现了 那个时候 曹显南战争是没有预警机的 预警机用它自己的自动化系统 在空中从容的调度指挥 是空中的掩护群 电子对抗群 空中保障群 突防压制群 以及攻击轰炸群 同时成功 各式气质 可以说通过预警机 美军已经实现了空中大军团作战 这是以雷达指挥空战的苏联模式 所拨护群的比例 那么从越南战争 一直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美国都是在延续 这一空中作战的基本模式 也就是从这场战争开始 空战中最浪漫的一幕 王牌飞行员 这样一个名字成为了历史 美国打了三年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军当中击落五架以上的王牌飞行员 有700多人 越南战争打了12年 美军的王牌击落五架以上的飞行员的人 自己有三个人 越南战争之后 世界范围内 得再没有了王牌飞行员 自己称为 在这样一个历史现象的背后 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 那就是说空中作战 开始成为体系对体系的对抗 平台对平台的对抗 成为历史 平台对平台我们指的就是格斗 单机之间的互相的格斗 这样一种现象 就其中成为历史 以后的一些战争当中 偶尔还会有这样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零星的 主要的空战样子就是空袭 大规模空袭 在越南战争当中的精确制导武器 机群 它的畜形已经显得了 除了激光制导炸弹以外 美军还使用了电视制导的灵巧炸弹 和不死鸟小杜拳等的反雷达导弹 这都是最初的新型化武器 是20年后海湾战争当中 战斧巡航导弹先取 电子对抗空中预警系统和精确制导武器 这三大现代空中作战的基本要素 组合在一起 是空军终于获得了他梦想 梦想了大半个世纪的 独立随行空中战役 甚至在空中战争当中 独自随行空中战争的这样一个基本能力 除了空中战场的这样一个巨变 越南战争的另外一个具夹的变化 是陆地战场 美国陆军在天上作战的时间 几乎和他在地上作战的时间一样多 他的陆军装备了三千多架 各种用途的武装制成绩 他不仅可以用于这个战役 还用于各种小规模的战斗上 曾经在二战当中 战绩辉煌的第82空降师 和101空降师 在这个战争当中 在越南战争当中 就有大规模的变化 装备他的战术都变化了 美国还专门成立了空中突击师 101就是最典型的空中突击师 那么这个空中突击师 他的这个概念和二战当中 使用散将 以散将这个样式为主的 这个82空降师 这个性质就完全不同 这个由这样的一个空中突击师 他带动了陆军这个战术 也发生了完全的变化 越南战争在军事史上 取得的技术和战术成就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把飞机和导弹结合起来 同时又为陆军插上了尸体 这就是它最基本的一个战争特点 到战争后期 第三代战机问室 超视距导弹装备 空中格斗战术日渐示威 极群式空袭 逐渐成为了现代空军的基本战术 给予越南战争的经验 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 和东西方集团对峙的 这样一个军事特点 美国制定了 针对苏联的空海遗体战 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战略构想 标志着美军在理论上 已经突破相互确保核摧毁的 这样一个核战争学说 已经突破了 也就是说核战争 在战争领域的垄断地位 被打破了 空地一体战的 在军事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 它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 它是一具越南战争的基本经验 那么和当时美苏对抗的这样一个大的国际形势 发展出来的一种军事理论 但这个理论也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 就表示着 已经不在世界上 这个世界军事领域 已经不再有完全有核武器 这样一个战争当中 由飞机和精确指导武器组合而成的 新型空中力量 对战争进程的决定性作用 在随后的几场拘捕战争当中 展现的更加明显 第一场战争就是1982年的 阿根廷和英国关于马岛争端 那些演变为的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的经过 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英国凭借他自己强大的海空军实力 重新夺回了阿根廷 拿走了这个正义的马岛 这个正义的马岛 但是装备和这个技术非常落后的 阿根廷军队 凭着仅有的9枚 法国制的飞鱼式反尽导弹 居然击沉了英国 非常非常先态化的几条战舰 当时引起了世界的争取 对大家从这场战争当中 能够看到 导弹在战争当中 它的作用有多大 实际上在导弹的背后 它已经在预示了 一种新的战争样式的一个变化 那么和这个战争 基本上同时发生的 还有另外一场战争 也就是1982年6月上旬 以色列对叙利亚的导弹阵地进行突袭 也被称为 这场突袭也被称为 北卡古地的战斗 那么这一场战争 就对于 我们考察空中作战 空中战争 就具有了更典型的 对比意义 在这个战争当中 对峙双方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交战模式 叙利亚是苏式的 它还采用的是地面雷达 发现敌机以后 报告机场的对空指挥系统 那么有机场对空指挥系统 指挥自己的飞机起飞接战等等 完全通过无线电子令发布 它这个模式还是二战模式的一个继续 以色列是完全的是美式的 它的作战模式 是以美制的E-2C兴机 为核心组成的一个进攻和防御机群 它的新的作战模式 是预警机 在空中 发现400公里以内的飞机 和200公里以内的巡航导弹 它有这个能力 同时就是在空中 它又是一个组织指挥者 在运转战争的时候 我们已经介绍过这个问题 那么它双方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式 进行的交战 所以6月9日这一天 以色列先是突动飞机 向叙利亚扑过来 那么这个时候 叙利亚打开自己的雷达 就是双方按照各自的模式进行交战 但它没有想到 叙利亚这一回 当它自己打开这个雷达的时候 那么它的雷达上 雷达显示屏上 一片雪花 也就是说它的雷达系统已经被干扰了 当它被干扰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已经升上天空的 叙利亚的飞机 积在雷达上面 也是一片雪花 什么都没有 完全看不到对方的 以色列这个机群 这个基本情况完全没有办法发现 那么这个以色列它这个预警机呢 它不仅同时对这个指挥 它自己这个作战体系当中的 专门的波音707 当时用波音707改装的这样一个电子战飞机 对叙利亚雷达和它的路空通信网进行强烈的干扰 同时还把这个叙利亚飞机的航行数据 传给以色列的这个战斗机群 当叙利亚这边的这个地面和空中 所有的这个雷达全部失效 目空之间的通信也全部失效的时候 这个时候 以色列的机群 从容不过锁定叙利亚的机群 发射空空导弹 那么这个空战当中呢 当时以色列出动了96亚飞机 叙利亚呢是用62架飞机迎战 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 最后的结果是叙利亚被打掉了32架 而整个过程当中叙利亚的空军 它的飞机基本上没有发射导弹的时间 还没有发现对方 32架飞机已经被几落了 其他的飞机呢就连续几落 逃回来了 这是第一场空战 第二天 以色列空军 再次出动 92架飞机 叙利亚空军 以50架飞机迎战 结果50架飞机 一下也没有逃脱 全被几落 但真正 真正惊人的 这个一幕是在随后发生 在这个1967年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 接下来在这个战争之前我们回顾一下 在1967年第三次中共战争的时候 叙利亚曾经用苏制的萨姆六 低空导弹 击落了以色列103架飞机 可以说把以色列空军 重创以色列空军 当时叙利亚非常的高兴 觉得这个导弹 有的这些导弹 足以担当起自己国防的重任 因此就把国防预算的75% 全部都用在建设这个萨姆屏障上 全部买了这种导弹 我们记得这是在1967年 那么现在已经是1982年了 叙利亚还停留在原来的这样一个技术和战术的形态 但是前面我们看到了 连续两天的空战当中 叙利亚空军根本没有办法和以色列空军进行交手 所以在这样一个空洞优势的前提下 以色列准备收拾叙利亚的低空导弹部队 也就是报1967年的一箭之筹 以色列军队先放出两种型号的无人侦探机 一种叫猛拳 一种叫森塔兵 又是萨姆六雷达开机 萨姆六雷达参数它的频率 这些参数等等参数被以色列的预警机抓住 然后又同步覆盐了 就前面的那个回国头 又压制这个叙利亚的雷达的进行干扰 对它的干扰 对它的雷达和通信进行干扰 然后在空中的待命的F4的战断轰炸机 对叙利亚的低空导弹的发射导弹 同时在格兰高地后面的地对地的 以色列的地对地的导弹 叫狼士这样一个导弹 也同步向叙利亚的防空导弹阵地 极其猛烈的轰击 所以在空中电子干扰 压制的这样一个同时 以色列的空中导弹和它的地对地的导弹 一起向叙利亚的防空导弹打去 瞬间就把叙利亚的19个导弹民 全部摧毁 以色列发起的这场小规模战争 是非常典型的空中化和信息化要素的南美结合 而对于叙利亚 这是典型的守株带兔式的悲剧 叙利亚军队的装备和战术 思想和观念都还停留在上一次 也就是1967年的胜利回忆场 而以色列已经前进到了1982年 历史屡次证明 战争永不重复 2012年 也是去年 11月18号 这又过去了20年了 一架以色列飞机在加沙地带对叙利亚 进行轰炸 2013年5月3号 4号 5号 一连三天 以色列又连续空袭叙利亚 因为叙利亚已经在2011年 三月份已经陷入内战状态了 这个时候 他的军队已经筋疲力尽 在评判的过程当中 那么更犹豫 苏联解体以后 俄罗斯整体军事基础能力的衰落 依靠苏俄军事装备 为主要军事装备的叙利亚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装备并没有更新 而以色列 因为是属于美国一个体系 在不断的使用美国的最新的装备和技术 双方到这个时候 到2012年2013年的时候 这个技术差已经非常的巨大了 所以以色列空军几乎是 可以对叙利亚进行随心所欲的 那就不是打击实际上是一种欺凌 当我们正在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 这个时候欧美的媒体 有点大势的鼓噪 要对叙利亚发起外科手术室的空心 外科手术室的 这个医学名词的名词 其实在20年前 就已经变成了军事术语 也就是1986年 4月份开始 美国一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为民 出动部分的海空军 使用当代的最先进的电子战手段 和精确制造炸弹 高速反辐射的雷达等等 对利亚进行远程的空心 这是这次空心的代号 叫黄金峡谷行动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 美国依托全球的空军基地 和航空母舰机群 在它的全球定位系统的支持下 全球机动 跨洲际 远程奔西 直击对方的首脑 这几乎就是1999年 克索沃战争的一个预言 战前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这个战争的模式 战前美国对所有 打击的叙利亚的 利利亚的目标 进行了多次的卫星的侦查 还有它的一个高空侦查机的侦查 反复核实 把这些目标精确的锁定 然后制定 运用它的全球的空农力量体系 和海上的作战平台 对叙利亚进行打击的 一个计划就制定出来了 4月13号 美国将10架的加油机 从本土调往英国 将30架已经升级的F4战斗机 派到塞浦路斯 同时美国企业号航母 由印度洋驶入阿拉伯湾 随时准备 支援已经在地中海上的第六舰队 然后驻南欧各地的美军 也进入战备状态 因为美国早就是全球作战的 这样一个思想 整个地球在美国的美国人面前 就是一张棋盘 它随便可以在任何的一个方格当中落子 它的这个战争观念 已经不是国际这个 国际观念是周际 这个作战行动 由美国的第六舰队司令 统一指挥 那么一航程比较远的 FB111这个战斗轰大机 担任主要攻击任务 负责袭击利比亚首都的两个目标 负责袭击利比亚首都的三个目标 以航空母舰上的A6 A6型的舰载机 担任辅助攻击 负负责攻击班加西地区的两个目标 同时一大量的这个辅助的这个舰支 飞机 担负海空监视 预警 电子对抗 空空养护等等 直接参与这个行动的这个舰船 二十多艘 飞机就两百多家 那么这个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由于事实上美国控制地球上的公共空间 公共海域和公共天空 所以美国在全球的这个作战行动当中 在全球的作战行动 就像在一张白纸上任意画画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这一回是利比亚的一个领导人 卡扎斯 由于住在军营里面 躲过了一劫 因为冯冯府首先也被轰炸了 而利比亚的这个反击一无所获 也被完全的被压制 1980年 这一年还发生了美国武装入侵巴拿马 那这个战争就更加的简单 美国基本上是在用一种警察 抓犯人的一种这样一种样式 直接过去把巴拿马的总统就抓了 而当时在这一场战争当中 美国第一代隐身飞机F117出现了战场上 这种飞机是当代电子技术 和航空机械技术的一个融合 它不是结合吧 那我们可以直接的回想到 这是1986年 这个1986年距离1991年的海湾战争 只有五年 所以在海湾战争之前 连续的实际上已经出现的 新的战争趋向的这些事件 已经相当多了 再才有1991年突然的一下 突然一场震动全世界的这样一场战争 它不是突然就冒出一场完全不同意 其他的战争样式的战争 它不是突然出现的 战争的演技都是有机可训的 它也是按照量变到质变的 这样一个规律发展 现在我们进入互动环节 回答一些网友们 一些任性网友提出的问题 这个网友说 他问对目前发生的叙利亚局势怎么看 对即将打击的叙利亚 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是前期战争的翻版 还是又有新的打击样式出现 我觉得首先是目前叙利亚的局势 从总体来讲 它实际上还是美国打中东计划的一个部分 就是要搞乱中东 它把中东到现在从突尼斯利比亚 当然前面是伊拉克了 全部都搞乱了 埃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了 那么目前叙利亚也处在了一个乱局当中 这是整个局势 那么这个局势到眼前 到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上 也就是说 前几天的叙利亚出现的化学武器 是用化学武器的这样一个事件 为转折点 那么欧美现在正在大分贝的操作 要准备对叙利亚动物 也就是说 它这个局势到了一个转折点上 那么至于说 欧美打击叙利亚的时候 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我觉得也是欧美它会依据 他们现在拥有的这样一个军事优势 会用一种最简洁的这种办法 就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但它很有可能 既不像克索沃这样 彻底的把它肢解掉 那么也不会向利比亚进去 空中袭击开始 那么让反对派直接掌权 这个也不太可能 并不是说欧美没有这个能力 它完全有这个能力 但问题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 就是叙利亚的反对派 当中混进去了很多基地分子 而这些人是美国反对的 是美国所谓反恐当中一直反对的那一部分人 美国对这一部分人掌权非常不放心 他打掉这个 推翻那个巴塞尔政权 那么他有这个军事能力 咱推翻以后把这个证券交给谁 这些人会不会听他的话 会不会又像穆尔西一样 那么美国没有把握 但是美国现在 美国又要削弱巴塞尔的统治 因此我判定在这样的一个综合因素的 这样一个决定下 美国采用的很可能是这种有限度的打击 那么打击一下巴塞尔 但又不会一下的把这个证券给它削弱掉 不会一下的把它打掉 那么就是压制一下 政府军目前对反对派的这样一个攻势 然后让叙利亚的这个乱局 加剧 再持续更长一段时间 那么观察一下这个反政府力量 他们这些人的表现 甚至看会不会有一些 这个更加听美国话的一些 这个组织一些机构 或者一些人物出现 那么美国会根据这些最新的这个变化 最新的这个情况来采取下一步的这个军事行动 那么至于说这个打击的这个样式 我觉得也是这个以往的一些战争手段 战争样式的一种混合体 但也会加入一些新的东西 比如说战争开始之前 叙利亚的电子军已经向美国的这个网站 美国的媒体已经发起进攻 他首先发起进攻 那么这就是一种新的战争样式 这个我们也会在下期讲当中讲到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舆论战 电子战 这个就是网络战舆论战也已经开始了 这就是新的样式 那么美国自己说在打击的这个军事过程当中 他仍然会采用对这个叙利亚 首先进行这个电子压制 就像这个前面我们看到的一样 进行全方位的电子压制 让这个叙利亚没有还手之力 那么在以往以色列对叙利亚的几次打击当中 这个基线已经非常明显了 还有一个网友说 请问我军目前使用的数据链 和美军使用的这样一个数据链 相比有何独到之处 应该说在这个信息时代 这个作为基本原理 应该说大家都是类似的 但作为具体的性能指标 具体的方式 那么双方拥有各自的不同 所以说这里边肯定是有我们的一些独到之处 有一个网友他提出一个问题 他说我想问什么时候打日本 他们为什么这么嚣张 我就是从这个才关注这个节目 应该说这个问题比较尖锐比较现实 但他与我们今天的讲座好像关联度不大 不过我还是乐意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关于什么时候打日本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到历史当中去寻找答案 过往的历史证明 当日本的军国主义 形成一种国民意识 并且又成为日本政府的决策 再进一步成为日本 对世界发起侵略战争的这样一种行动的时候 那么就是日本挨打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样一个回答 这个网友是否满意 对他为什么这么嚣张 也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日本自身的原因 那么他这个战败以后 因为美国这个 这样一个想要利用日本的这样一个心态 就始终没有彻底的清除 日本这个军国主义这个文化的思想 那么就埋下了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这样一个伏笔 随即后来日本的一些没有改造好的 这些政治家 那么在不断的为这个军国主义招混 那么就滋生了一大批这个右翼 一直到现在形成了一种席卷日本的一种风潮 再加上美国的暗中纵用 是这个目前日本非常的嚣张 但这种嚣张刚才讲 当他们最后一旦演变为日本对外侵略的国策 和发起这样一个侵略战争行动的时候 那么就是日本这个国家在那来临的时候 当然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 我觉得还对前面这个网友 我还补充一下这个这样提问 应该说我们在当年抗人战争的时候 我们也是把日本和日本军国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这样一个概念 还是要把它切分开来的 那么我们打击的主要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 谢谢大家 追赴战争演技 点评战争特点 把握未来发展趋势 对新军事革命进行战略性前瞻 敬请关注蒋武航下期播出 著名军事专家代序深入节目 战争启示录 空权信息化战争